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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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呃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呃 呃 不好意思 这个停留这下 姜涛没得好 这边转身带打 呃 就是一些相对比较尴尬的位置 你用什么样的部位怎么样调整过 表南多来了这一脚有失水准啊真的有失水准 我的同时把这个球找一条线路给你传出去 但这个能力呢可能目前国安中天场的这些球员都没有他强 外围要远射好打得不错 因为在密集防守的情况之下尝试啊在外围抡起脚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对 刚才是来自于吕鹏的射门 杨帆 诶 中位直接出球但是越位了啊张云宁跟吕鹏的这一下啊 意思是吕鹏 故意蹬踹到他的腰部 比尔肯定是说吕鹏这一下故意 然后再去找裁判投诉 阿比拉 断球 断的不错 掉一下 有想法啊 这球踢的真的是有想法的 这个阿比拉的失误其实 对方分一下跌 右侧有机会啊起船中 哎呦 连接上 对 30号的这个苏利亚 左翼位一路插到了进区里面 内部内切 我打了 打得比较正啊 直接是被门将阿比拉给得到射门的是奥古斯托 221米吧 所以现在 看来主菜饭还在 跟 七百零的球员在摆成那个位置 哎呦 直接打啊 不错的 而且拆墙战术是很成功的 就是站在人墙前方的两名球员马上闪开 然后14号 上斗杆打的还就这个区域我们看 那 齐华东 把球摘出来 一个距离还是太长了 好这一次斜传直插打身后啊 一对一 成功摆脱杨帆再打圆脚 球进了 青莱莲取得了进球 还就是顶替受伤的李荣来出场的这个37号的埃卡尼 我们说东南亚球员呢 就是身材不高 但是他的变相的能力是挺强的 这下走了内线以后突然间的一下变相 甩出的空缸还是挺大的 是 再看一下 他的距离呢 稍稍近了一些 转过来别了 正面直传球 好球 看他机会来了 让记者摸进去 打好 可惜啊 这是最好的机会啊 最后往里一趟 外脚背的这样一个变相做的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发的可以 有了 漂亮 阿兰 连接 是 所以你看阿兰啊 他在禁区里面这种嗅觉还是非常敏锐 没错 而且这一下 刚好他投球的时候是没人盯的 对 阿兰 这期 打 好球 门将脱手 但是那个位置 带着王子明 那国安前场站的还挺活啊 倒弹脚到门前 哎呦 哎呦 差一些运气 守护员其实就是一些本能的反应 对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在辩阵为四后卫之后 当我们进攻端有了更多的兵力投入的时候 这个效果和之前是不同的 好记者 好球 看看机会 阿兰 哎呦 这一下 有点球 最后时间来了一个点球 对方也是 有点阴差阳错的我们说 对 这一下呢阿兰的传球呢显得过于的谨慎了 是 角度推开一些 球速推出来的话问题不大 因为守护员刚才我们提身材不高 哎呦 咬的角度太 对于自己的要求太高 骗过了门将 但是打在立柱上出去了 把他硬切进去 球丢了 然后主打扮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那么最终啊 国安的小组赛是以五胜一平的战绩啊 高一段落 好 好